大家好,我是一华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家庭版的干锅牛蛙的做法 制作方法非常的简单 出锅后先腊开胃 肉质Q糖又有嚼劲 每回做了这个菜 老爸总是要多喝两杯 下面就把方法告诉你 今天在菜场里买了两只牛蛙 一共花了18块钱 先用清水将它清洗一下 洗去牛蛙的血沫 放上清水再多洗两遍 用剪刀修一下脚 将牛蛙的两只爪子全部剪掉 洗干净之后放在砧板上 再次用剪刀将它剪成大块 这样吃起来比较过瘾 我们在剪牛蛙的时候有技巧 在它的关节铃接处剪开 这样每一块骨头比较完整 吃起来不会刺到嘴巴 剪好之后 我们给它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加入一勺食盐 撒上一些胡椒粉 再加一点高度白酒去腥 用手将它抓拌均匀 抓均匀后 英制20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些干辣椒 将每一个辣椒剪成两半 这样可以去除一些辣椒籽 同时也方便入味 倒入清水浸泡 好的时候不会发黑 准备多一点的蒜子 用刀稍微改成大一点的坨 再准备一块生姜 也将它切成坨坨 切好之后 转入碗里面备用 准备一个大青椒 先去紫 然后将它切成长条 青椒没什么辣 主要是为了配色 最后再把它切成方块 切好之后 装入碗里面备用 准备一小把蒜苗 先用斜刀将蒜头切成长段 蒜叶可以用竖刀 切好之后 装入碗里面备用 将牛蛙腌制的血水 倒出来留着备用 加一勺玉米淀粉 再加一勺红薯粉 用手将它抓拌均匀 让每一块牛蛙 都裹上一层淀粉 抓匀之后 等待备用 锅里多放一点油 下入筷子冒小泡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倒入牛蛙 保持这个温度 将牛蛙炸三到五分钟 用勺子一边炸一边搅动 防止牛蛙粘在一起 经过这样炸制的牛蛙 能够快速地锁住水分 吃起来的时候外酥里嫩 将牛蛙炸至表面金黄 就可以捞出来 喜欢吃脆一点的 还可以复杀一边 炸好之后 倒入碗中备用 锅留底油 下入姜蒜爆香 再倒入辣椒 开小火炒出香味 炒至辣椒表面微微变色 然后往中间炒出一个小洞 放入一勺豆瓣酱 快速滑散 炒出酱香味 炒下后倒入牛蛙 开中小火快速翻炒 把烟牛蛙的酒水倒进来 依然可以去腥增鲜 盐锅冰淋入一勺生抽和姜醋 菜素炒香 撒上一些熟芝麻增香 青椒片也加进来 继续翻炒均匀 哇 好香啊 最后再撒上一点点鸡精 蒜苗也加进来 快速翻炒至蒜苗断生 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辛辣开胃的干锅牛蛙就做好了 接下来给它出锅装盘 有条件的可以准备一个砂锅 将炒好的牛蛙放在砂锅里 加点小火慢慢吃 真的是太香了 整个厨房都是诱人的牛蛙香味 名人不说暗话 看都看到这了 如果你手里还有赞的话 请给一画顶一个吧 下次你来我家 这些牛蛙腿都让给你吃 如果您喜欢吃牛蛙的话 就赶紧收藏起来 试试吧 这才是牛蛙最好吃的做法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 给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